情人节快到了 你安排好浪漫的一日游约会了吗 新北好好玩 这次带大家情人节走访山枝淡水 穿和服赏樱花 淡水老街吃小吃看夕阳 愿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哦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是位于山枝区 大坑西畔的山生步道 步道平缓好走 男女老少都适合 有美美的粉红色花海 还有清澈的流水 步道的两旁种满了八重鹰 还有吉野鹰 现在盛开的就是八重鹰 到三月中后的时候 含苞再放的吉野鹰就会盛开 那真的是可以拍很多漂亮的 樱花照跟美美的情侣照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新北各地樱花花矿 欢迎到新北樱花假期官网查询 娟迪 娟迪 跟你说我最近学到了三招美拍姿势 你赶快帮我试一下 好啊 好 那第一招瘦小脸 第二招回眸 第三招跟花互动 太美了吧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不错呢 那大家也一起来试试看吧 接下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很酷的地点 它是影棚咖啡厅 在餐厅内有摄影棚 供商业摄影或是婚纱摄影使用 像是我们现在身上的这身和服 就是店家为了樱花季 特别准备的限时和服体验 那附近也有知名的赏音景点天元宫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在用完餐之后 也可以租借和服去赏音拍拍照哦 园区内还有很多特别的树屋和水管用餐区 可以带宠物在室外用餐 亲子和情侣都很适合哦 这里头摆了许多装饰艺术都是老板的收藏品 每个角落都非常好拍 店家现在有提供季节限定的樱花套餐 像是乳酪蛋糕饮料还有淡水在地小吃阿给 那除了季节限定的樱花套餐之外 平常也有许多特色餐点 所以时常造成人潮重满 大家如果要前来的话 记得要先提早预约哦 接下来跟大家推荐一个算是蛮新的景点 它就是护尾艺文休闲园区 它集结了生态自然融合美景 又能兼具友善的一个环境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这个雪白的主体 它就是黄金级的绿建筑 走在这里是不是像在一国宫廷庭院的感觉呢 真的 那这里有购物商城影城还有饭店 非常适合在这边吃喝玩乐一整天哦 超赞 温迪快来一起拍照 这点吗 这点不错吗 没错没错 一二三 这样有吗 现在我们来到江洁津玉京香酒店的顶楼望高楼 这边只有在限定的时间内下午四点到六点才有开放 那这边还有270度的观景台可以远眺淡水河观音山还有红毛城 如果你是在夕阳西下来的话还可以欣赏美丽的若日余晖 非常适合情人节来这边度过浪漫的一天 淡水老街一直都是很热门的旅游景点 情人节如果可以跟另一半在淡水河畔散步吃的在地美食小吃真的是很甜蜜呢 真的像是淡水阿给鱼丸鱼酥铁带还有酸梅汤我真的都超级喜欢吃了 每次来都可以吃超多 我也是 这里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淡水河岸 那其实这里有一条民生很优雅的自行车道叫做金色水岸 它的起点呢是从关渡一直延伸到淡水老街这边 假日很适合情侣或者是家人一起来这边骑脚踏车或走走哦 我自己就还蛮常来这边骑脚踏车 风很凉爽之外景色还很美 我都会编替五月天的致名与春娇 蛤 那什么歌 走到淡水海岸两个人的爱情 已经没人看已经没人听了 最后我们来到的是长堤咖啡餐馆 鄰近沪尾鱼港就在淡水河的旁边 外观是唯美的红砖楼墙 多了一点古迹的味道 哇 这里真的很棒呢 就位在淡水河畔的第一排 菜海景 吃美食 发个呆放放空都很惬意呢 放眼望过去可以看到观音山还有淡水河之美 偶尔还可以看到开网渊码头的船班 但是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日落的夕阳啦 很适合为今天的旅程画下完美的据点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咯 想知道新北市更多好玩好吃的地方吗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的新北市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新北好好玩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